大家好,我是桑浩 一直以来,长年累月,我都跟大家论证 今集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宣传 这个宣传就是很特别 圣诞市集 很多香港人的店铺,无论是香港普通的移民开的 还是在台港生开的 都有店在一个地方 希望大家共商善举 如果大家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 都欢迎大家急急的买机票来 12月17日到18日 这个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 就会在台北的天母Sogo百科 就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看到淡水线 即是接运线,即是地铁红色那条线 的芝山站 基本上是士林再上的站 就是芝山站 芝山站行路大概400米以内 300至400公尺 5分钟走完 就去到那个地方 就是Sogo百科天母店的北面 就有这个市集 基本上是有压遮头的 因为他们都在骑楼下面的 我看到既有台湾的店铺 亦都有香港的店铺 这个摊位 就包了个墙 很快 当时几个星期之前 就是号召一些台湾客 所有有兴趣来的在台港铁店铺 或者手足门 或者叫没有手足 在台港生门 去申请的话 都有 那我想在这个 这样的大前提下 大家有了26组 分分钟可能会更多 因为台湾客业会 也会去摆摊 在这个地方 和大家去宣传一些我们做的工作 有些什么活动 就和大家美美到来 这个整个名称 叫做《心动椰蛋翠》 即是圣诞乐趣 是圣诞市哲人施杀 在SOGO百货的天母店 不要走错 去了台北市中心一间 在SOGO的天母店 其实都是搭铁接运可以到 相当方便 在北大门的走廊 是来接运枝山站 超近的 就来近这个星期六日 12月17日到18日 星期六日 上午的11点 到晚上的7点 和大家见面 第一个周末 就带给大家 这么有趣的气氛 希望不是宅正 圣诞当日 因为圣诞当日 大家会有自己家庭 或者朋友的活动 希望早一个星期 和大家见面 但大家记得要穿好衣服 因为 听闻去到星期六的时候 温度降到只有10度 香港可能只有9度 不理香港先 来到台湾10度 希望大家穿好衣服 大家宽聚这个地方 在这个 大家有 很冷的时候 是否有些热食 有 大家都 看得到 有很多东西 整个介绍 一些店铺给大家 和说一下 这个活动的意义 在哪里 我想是一个最有趣的文化 音乐 美食 和创艺的响现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和 由伊兰来的新动市集 因为新动市集 负责整个包场 我们 台湾香港业会 也和他们合作 搜罗了在台港人的地道 道地的美食 混搭了本港 即是香港的 选文和创作 而新动台湾队 在伊兰来的新动台湾队 也邀集了很多特色的店铺 派出了35组的品牌参与 新北路六段77号 街头变院起码有两组 一组就是杨逸忠 他是做Sex本的 杨逸忠 他不是隔离岛剧团 台湾相当有名的 杨逸忠 他是来自香港的演员 是以舞台剧演出为主 多年来是和不同的剧团合作 近年的演出 包括了演戏家族 一水南天的音乐剧 公开就是唯独 另外Arts Options 狮子头上钉Banner 2的演员和乐师 唯独舞台 唯独你是王2010 唯独你是王2 和快乐王子的音乐剧首演和重演 杨逸忠都做得相当好 另外小艺谷的北极熊小银仔 和一团和气大根法师担任导演 演戏家族梦卷唐世音乐剧等等 而在台湾演出包括了隔离岛剧团的收索 和留守太平间读剧等等 为了在戏剧路上持续探索 杨先生曾经在2012年初春天和几位好友 成立了剧团时代场景 并且在今年2022年来到台湾之后 再次和几位同样来自香港的剧场好友 成立了隔离岛剧团 希望大家对他多所支持 他的表演时间 据我所掌握到的资料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在籌备 就会在17日和18日都有 17日星期六 就会在下午4点至5点 而18日星期日 就是下午5点至6点 希望大家光臨 欺慕苏国的北戴门附近 去看一看他演奏Sax Bona 另外 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曾士恒 他是做吉他演唱的 他很喜欢吉他 朱古力和有趣的人 和旧旧的东西 唱歌是很快乐的 快乐的时候就要唱歌 就是这位曾士恒做吉他演唱 曾士恒现在暂定的时间 就是在礼拜日下午4点至5点 就会天舞苏国外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捧牢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磅的消息 我都知道 我们的著名的田池人 潘玉良先生 也都会为大家写书法 即直辉号 时间就是这个礼拜日 12月18日 下午2点至3点 记住了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 就在苏古八火天舞屋店外 为我们写书法籌款 希望大家多多益善 少少无拘 能够捐助台湾香港研会的 一些日常开支 即使我会介绍一下 我们一直做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多捧场 以及潘神近距离接触 这就是功德无量 和大家报告一下 有关的一些出摊的队伍 先 台湾方面 新动台湾队 两天出摊 即十七十个都出摊 包括了 Coba Baza工房 Stone Whispering Arkis Hebrosa 和天使之鱼 画猫小姐 蝶蝶不休 安酸好吃 漫漫迹迹 元气宝贝雄 落腹水果干 叛叛蛙蛙手作 戀时手作 魔法堂 衣之鱼蝶艺艺术手作 就是爱猫咪 即骨猫手作 田野花是玉树迎风 而在星期六限定出场的 包括Shiny Jojo Miss Kendall Mina 雜七雜八 技能书 Dear November 手作小花圆 Dancing Mushroom 母菇工作室 念青 羅提斯手作 安家草本手作 包猪婆 Lily Mama 蜂柳手作 寵物零食 蘇菲亚手作 減糖胸培 和焦糖甜布甸 handmade 只是星期日出摊的 有Joe I手作 Not Bad Dice 小林的皮手作 海特利貓手制作 柯秋雜羊毛毯手作 小黃瓜口味 冰炮夫 和上品絲藏 這些就是台灣店 香港店有什麼呢 在兩天都會出攤的 包括了 我先說飲食類的 飲食類的有很多 華樂園 有卡仔廚房 有四櫚廚房 有四櫚廚房 四櫚廚房 將會有菜肉雲吞 和大家做 這些很好的年輕人 讀書 很熱心地做事 希望大家支持他們 因為 你說 我桑普 雖然說 可以幫助到很多 年輕人 學習費 也有計劃這樣做 一直在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更加重要的是 這些年輕人 他們來到台灣讀書 這些年輕人 來到台灣讀書 我們希望大家 給他們的機會 能夠憑他們的努力 用手 用腳 用頭腦 用智力 用他們的經驗 用他們的努力 去賺到錢 這才是健康 我們經常說做人自助 今時今日 你去自助 你自己賺錢 我給那個場地 不用你出場租 其他我們收場租 但對於 譬如說 這個 譬如說 四妹廚房這些 還有一個叫 楊BB廚房 楊BB廚房做甚麼呢 嗯 雞翼 很特別的雞翼 我覺得它落足成本 就是做這個雞翼 希望大家試試 如果大家 還沒吃飯 到時候來到這地方 四妹廚房 楊BB廚房的重點 不退錢 因為他們真是年輕人 他們正在讀書 他們也希望 用這個地方賺到錢 希望能夠交學費也好 能夠生活也好 能夠去一些其他地方 闖蕩也好 都是有一筆錢 在他們旁失 小小的東西 完全有交易 商業交易 我希望大家能夠 用真心誠意 來這個地方幫到他們 或者有些人覺得 不喜歡桑普 那你不要緊 那你就真金白銀 跟他們去買東西吃 你不需要喜歡我的 是不是 那怎麼討厭的話 我希望這一班 年輕人 能夠真真正正 用自己雙手 在這個台灣的社會上面 能夠開始立足在那裡 這個就是我們真心的希望 那麼 與其 talk the talk 不如walk the walk 真的 這個星期六日 來到台灣 台北的sogo 即台北天武sogo外面 這個市集 光顧他們 這個是功德無量 那麼卡仔廚房的飲食 四妹廚房的飲食 樂風小舖的飲食 楊BB廚房也都是飲食 楊BB廚房也都是飲食 楊BB廚房和四妹廚房 我是重點推薦的 另外當然有其他的店 譬如說飲食的 港記小食店 由西門町一路開了很久的一個 好的老闆 在這個地方開店 有一個出版界的有所謂文化 飲食界的媽媽雞蛋仔 哇這個真是 哇 delicious 另外飲食的天台三平大 餐車類的港人港式食堂 按摩類的手足運動保健 這個很有趣 第二個地方我再跟大家解釋 手足 hands and legs 運動保健 當然也是手足的年輕人一起開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們 他們真是 落手落個幫特 就是幫自己去籌謀自己的東西 也希望大家 因為他們的 麥米家庭 值回個地方 CP值高 你去幫顫他們 就對了 就是 不要故意幫他們 這個不是施捨 而是說 你真真是覺得 appreciate的 你就去幫顫 幫顫得好的 就介紹多些人去幫顫 OK 另外有這個 mist Flower 花藝 另外有 Mr.3D 影列印 是創意商品 飲食類的 還有一間 重點推介的店 由保護傘 轉型而來的 3652 保護傘 很多元班的一些 年輕人 也會繼續經營 3652的店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們 買他們的食物 也跟他們聊聊天 另外有我很喜歡的老闆 世紀港式麵包專賣店 飲食類的 說他們的雞尾包 菠蘿包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既支持 他在南京三文站附近的店 亦都可以去世紀港式麵包專門店 幫襯 我覺得是加烈物比 相當令大家有 解香港吃麵包的思鄉情結 令到Little Work 瘦珍、生活是刺瘦的 另外有獅子山 礦香石、郭香石的 願你還記起 另外有運動毛巾 和運動物的這個C運動 今天這個鳥字邊 做過老師的C 另外有若葉之年 就手作選物 和新心靈的服務 和產品 另外有這個 我很喜歡的 寶喜姐姐 做過獨立書店 和選物 由宜蘭過來的 慢慢走自在生活 另外有手足記賣店 就是香港文創 和香港選書 希望大家都支持全部這些店 這些都是兩天都會擺攤的 只是在星期六擺攤的哪些呢 還有另外有一些 包括了 Artistic Crystal 水晶手作 另外Losa & Rob DIY Earring Studio 是玉和寶石的 另外在星期日擺攤的限定的 就是Case Studio & Jewelry 空間經營和飾品 希望大家全部都支持這些店 一起共商善举 也很感謝新動市集 由宜蘭來的這班人 搭棚、搭架、鋪電線 做防水設施 其實他們一手包辦 我們很感謝他們 這些東西 完全是我們沒有拿到任何的款項 完全是自己銀河包出來 那麼當然 台港會都目前為止 請了一些年輕人 OK 年輕人去幫忙 去做員工 亦都是真的一手一腳 幫這個協會 一起做好這個聖誕市集合活動 希望到時候 給大家多一些的享受之餘 也希望大家給他們多一些的鼓勵 因為他們沒有新爐 都有苦爐 而且他們真的天天 去跟不同的廠商 不同的一些 sogo以外 廠商以外 其他東西在籌謀 他們很多的貨 都放在我們協會的辦公室 也都要推出來 因為有很多間的店鋪 他們有物品 在我們台港會的account上寄 這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麼 除此之外 我們更加需要知道的 就是 除了有些 即是這樣的活動之外 我們當然有音樂的盛現之外 希望大家在室外都是暖的時候 室內有暖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和大家多多交流 我都會盡量抽時間 和大家見面 除了星期六晚上 還有其他活動之外 要去其他地方之外 我們其他時間 都可以和大家見面 和聊天 如果大家 地務分南北 大家去台灣的話 都希望出席這個盛會 最近有一些由 外國來的人 我們都推銷給他們 也都是 很多在台灣 和我們合作的一些夥伴 我們都和我們宣傳的 希望看到這段片的人 也推銷給更多的在台港人 甚至沒有興趣 It happens 就是星期六 星期日 來到台灣的人 可以來到這個 深凍耶誕翠 台北天武蘇局 北戴門 希望和大家見面 聊天 交流 功德無量 當然我們的協會 近這兩年 也都是相當積極 尤其是有員工要聘請 他們要有身水 要支付 當然希望大家 覺得這個活動辦得好 支持我們台灣香港協會 一切的活動 包括以後 還會在新年的時候 協辦一個 在農曆新年的時候 的一個市集 在高雄 希望大家也支持 同時有復活節 我們都會希望搞活動 我們也希望 一多些小旅行的體驗 可以給大家 也希望 未來開更多的班 包括台語班 和國語班 希望大家能夠融入這個生活 香港 是離開我們 一個海峽之外的東西 我們很多東西 只是關注它的時事 也希望鼓勵更多香港人 去溫泉 真善美 但同時候 真真正正 在這個地方 抗拒中國的攻擊 抗中保台很重要的地方 守護台灣的主權 守護台灣的民主自由 和台灣站在一起 無論大家對於 蔡英文政府 有多少不滿都好 我都覺得 我對蔡英文政府 有很多不滿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對台灣 這個國家 或者你們很多人講的 中華民國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國家 有幾大不滿都好 我們至少對於他們的主權 我們必須守護 這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這一點有任何的蟹汰的話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喪失了我們在這個地方的價值 當然 以問我來說 我不可以對其他人回答 但你問我來說 就是與他同金共苦 就是說 萬一有一天真的打仗的話 我們都會在這個地方 堅守著民主陣容 繼續和他奮戰下去 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都是探索旗 有些人就希望 畢業之後再作打算 但有些人希望深耕台灣 尤其這班年輕人的話 我們希望大家 支持鼓勵他們 他們 可以去很多地方 可以去加拿大 可以去美國 可以英國 但他們留回台灣 有些可能因為沒有BNO 所以去不了 但他們覺得台灣 始終是他們適合 生活和居住的地方 我想 給他們一個安穩的地方 和他們共同同金共赴 也是我 一個做人生的使命 鼓勵他們 自助人助 希望他們 用他們雙手來賺錢 是我們必須要有的東西 我們到時候 也會推廣我們 一個叫做答台計劃 這個答台計劃 已經開展了 最近兩年時間 即是年多的時間 今年年初開始 到現在已經相當一段長的時間 就是我們台灣香港協會 歡迎大家的一個小額捐款的計劃 只要有對台灣會定期定額的小額捐款的話 可以得到一張回鄉卡 即不是中國那種回鄉卡 即是夢回 即是餐廳仔 香港回鄉的一張卡 那這一張夢回鄉 回鄉卡的話 去到各大店鋪的消費 都會有九折 即是我們有一百間店鋪 他們都是撐港小店 部分是台灣人開的店 也都很大部分 是由香港人開的店 他們在全台灣各地都有 無論是台北桃園 無論是台中 或是台南高雄都會有 那希望大家多多光顧他們 伊蘭都會有 那希望大家多光顧他們 也希望大家通過參與博 答台計劃 重點不是享受九折的優惠 是這麼簡單 是希望你們有小折的捐款 支持我們行上的活動 那我們行上的活動 無論是各人的薪金 也需要大家去支持 那另外 也都我們有專項的計劃 是歡迎大家 即是這個來參加的 詳情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明 那希望大家支持這個 答台計劃 目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些我們學生的員工 是得以受惠 而同時候 這個計劃本身也促進了 在台港人的港店 的一個大亂盟 搭台 就是不懂便識 互相溝通 也都是 跟台灣 互相 這個 堅並堅 牽手同行 這個是我們的初衷 希望大家 勇躍支持 也都希望大家 這個星期六日 父老葵友 葵家帶卷 一起出席這個 一起參加 去玩 這個台北天舞 Sogo 北大門的 心動耶誕翠 也都是我們 在年尾的壓軸的一場好戲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 功德無量 多謝大家